这个巴沙的老建筑呢 其实是建于1890年喔 换句话说呢 早在130年前呢 这一带其实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所谓的露天摊荡 同时候呢 在巴沙周边的这一些老店屋 以及老茶室呢 其实都跟这个巴沙共生共荣数十年了的 这个巴沙应该有变化 当时就没做到那么漂亮 一整个漂亮都没用 没那么逼人 当时在外面 放在外面 人逼人 人山人海 你看它的店很传统 全部的东西都是吊上来的 吊上来才能看得到 吊上来才能看得到 对啦 没有吊上来 而且还有这个 你看 这是铝汤的 这个是拿来收呢 我可以拉下来看吗 我可以拉下来看吗 偷偷看一下 看一看 Oh my god 真的是有钱的耶 有钱 高的东西不是用吗 有 哇 你看 五十一五了 五十二多了 天鬼一样 也发到中国来 就开始当南九年了 吃东西 你吃东西吗 有 你吃东西吗 有啊 多了 那 这个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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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我们福建话叫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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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去 conditions 送这些 我买到 这个来的是堂呦 玺湯 味道认为丹尔玺湖 你叫做丹尔玺湖 有人说 stannal 是一个地方 这边出来 이름 叫丹尔玺湖 其实丹尔呢 就是缅甸一个老鱼岗的 一个地方的名字 对 它的全名叫 田leecerim 但是呢 泰国人把它叫做丹奪 所以那边来的咸鱼 都叫丹鲍鱼 丹鲍鱼这个地方在英治时期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的 就叫做麦鲍鱼 所以也有人把这种咸鱼 称为麦鲍鱼 谢谢 我先给你吃 没关系 我先给你吃 好 我先给你吃 没吃完 我先给你吃 可以吃鱼鲍鱼 新市场 我们要吃鱼鲍鱼 会吃鱼鱼 老板 一碗猪肠粥一碗 可以 很多外地人可能看到 冰城的猪肠粥最穷粥 可能都会以为 是不是跟猪杂粥一样 不同 实际上猪杂粥的猪杂更杂 对不对 比如说有猪腰 猪肝 猪肚 猪脑 那叫猪杂粥 甚至猪肉丸 但你都没卖这些 没有 那你卖什么 猪肠粥 所以关键的材料就是猪肠 对 尤其是有炸大肠 对 有黑白的大肠 就是一个是炸的 另外一个是汆烫过的 对了 猪肠粥 白的肠 炸肠 叉烧猪来 猪血 我基本上可以 只放炸的猪大肠 就很好吃 对了 炸肠多 我的出名是炸肠 炸肠的食 我听说猪肠呢 可以分大肠 可以分粉肠 可以分生肠 生肠 甚至呢 猪大肠还可以分 肠头 肠中 肠尾 肠尾 肠头是比较 跨身一点 它好像是 好像猪肚这样 这么厚的 好像猪肚这样子 所以你看起来 也真的像猪肚这样子 对了 就是咬起来 这些的鸡肉 非常厚实 对了 腸头腸中腸味 腸味中间的一些 你用来炸 腸头用来烧 那老板是广东人 广东人 那广东人呢 煮这个粥呢 有一个术语叫做焖 焖 热过热了 对了 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那个米 慢慢煮到它的 煮到它的一些淀粉 有一点点的融化出来 要绵 但是又不可以太过浓稠 还要留一点点的所谓的米花 对对对 就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米粒 一些米的骨架这样子 所以这就关系到水的控制 米的那个控制了 还有火 不能够大火 要慢火 要慢火 慢慢地熬它 水呢 水 不够又要加那个水 所以你整个半夜 都一直在那边加水 一直加水 加水咯 你不加水又怕它就烧焦 所以这样子的工作 有没有人要接受 没有人要接受 真的 真的 我找到找去找不到 所以这一碗煮糖粥 我还可以来吃多少次 可以啦 做到我自己不能够动了 多做一天 现在是酸甜了 酸甜了 不是酸甜了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可以做就做 不可以做 最少 失去了 这些是旧人时的东西 再来没有了 可惜 接不到人头 obedient 这个好 有点 有点 你 有点 小心 小心 IM